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就是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人类的生产力的发展 就是为了让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去享受精神的愉悦 所以就是说会有更多的这种 满足你精神方面的需求的项目 它就会形成产业 优密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优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王健祥 体育评论员 从事体育节目解说主持工作 现为一级播音员 被认为是新时代的体育解说 风格的代表人物 并被许多杂志 报刊组织的小规模民意测验 多次评为最佳体育节目主持人 在2001年中央电视台网站 举行的第一次观众投票的网络评选中 荣获中央电视台十家主持人称号 本期节目黄健祥与您共同 品评天下 如何看待体育商业化现象 商业化不是体育让我们不快乐的原因 其实商业化推动了很多领域的发展 用市场的规律和经济的规律 它决定了人才的走向 以及这个行业里的一些契约化的一些机制性的东西 比如说电影 比如说其他艺术领域 恐怕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商业化 甚至包括美术绘画作品 是吧 收藏等等 电影更是早早就商业化 但从来没有人说商业化使得电影不好看了 这个不会有人这么说的 所以我觉得职业体育它也一样 它在某种程度上 它也有这个表演价值 它也有这个跟演出是一样的 那么商业化不是问题 主要是商业化的程度和商业化的模式的问题 假如说我们体育真的能够商业化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人才去吃这碗饭 或者想吃这碗饭 那我们就会涌现更多的人才 如果我们的商业化机制比较红熟和完善的话 它一方面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还创造旁边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 另外一方面 它也是一个产业 也是可以为国民经济做贡献的 像美国的体育产业 它的总产值非常大 我们的体育产业产值可能是人家的一个零头 上升空间还很大 完全没有放开做 世界的发展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就是有些事情在一个时段 大家被认为是一个不务正业 有手好闲的一个玩闹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在宋朝的时候高球踢那脚球就是一个帮闲 是吧 当然他帮闲他帮成了国家领导干部 他可以迫害林冲 是吧 但是现在足球刚出现在英国在欧美的时候 也是一个业余活动 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职业 这是一个饭碗 更没有人想到他会成为一个产业 篮球也一样 网球高尔夫冰球等等 拳击 但现在他发展下来之后 由于和平年代 人类的生产力的发展 就是为了让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享受精神的愉悦 所以就是说会有更多的这种 满足你精神方面的需求的项目 他就会形成产业 因为他服务了你 你就要买他的服务 然后他就有产业规模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这样说的话 那费德勒和纳达尔 我们会不喜欢他们吗 对吧 不会的 我觉得这个包括赛车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体育的商业化 不是让体育远离我们 或者不快乐的原因 体育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说到我们中国的这个体育呢 这是一个教育里的问题 我们不仅仅是体育脱离了教育 我们的学生已经被剥夺了正常的 本应该有的音乐体育美术教育的权利 这些课 这些教育都需要家长 家庭和孩子在课外时间自己再去付出时间 金钱精力去接受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好像音体美教育可以没有 因为考大学不考 但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让人多一项技能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人格和内心的完善 不光是肢体的完善 它是一种人格的完善 你的一种与人交流的渠道 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现 当你遇到一个没有任何爱好的人的时候 你会很恐怖 你跟他没法交流 你跟他没法接近 而且他自己也会很难受 但是就因为他没有一样好像拿得出手的 能跟别人谈的分享的情趣爱好 按人口比例来说 能够玩一样乐器 能够食谱 能够画画 能够打球 练过田径游泳的人口比例 可能和发达国家相比太少太少了 我开个玩笑说 像这个士兵突击里许三多这样的人物 只能出现在我们国家 因为我们的农村兵 他要从走中部开始先解决协调性问题 解决一个大脑控制四肢的问题 解决一个注意力的问题 美国大兵是不需要的 他们在中学一路玩着各种运动上来的 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中国会把许三多这样的人 当成一个榜样和英雄 所以我们美国大兵作战素质高 一个二战打下来 他们总共死伤才30万人 这不光是他们武器装备先进的问题 还有一个士兵素质的问题 当然我这样说 对许三多这样的人没有任何敌意 没有任何看不起 而是说是因为我们基层教育还太不普及了 从教育的角度来讲 我们这些年没做什么 甚至还做了一些倒退的事情 因为我们80年代上学的时候 每天都在操场上混 什么都玩 足球 篮球 田径 学校的田径记录 都是80年代我们那个时代创造的 而现在逐年的运动会的成绩是逐年下降的 我回母校看 体育老师都跟我讲 校长和教导主任给他们的任务 就是上体育课的时候 不要让有人磕碰破了 要摔破了 家长会找到学校来打架 我们那会儿一说开运动会 提前一个月 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 在那练 在那准备 现在一开运动会 三分之一的学生拿着冰甲条来 然后回家休息去了 这样下去一个民族 怎么可能屹立于什么世界强国之林了 我觉得太可笑了 这样的人长出来的都是很古怪的 因为我们的体育资源是那样形成的 所以其他方面的体育资源 就只能牺牲给了体育部门 反过来 你体育部门觉得 你们教育部门 学校里面根本没有基层体育 我们上那选拔人才去 我们只能搞举过体制 当然这个体育的确实不仅仅是 学生们和家长们 也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 更不是体育部门的问题 它是一个综合的问题 一个恶性循环 如何看待记者的生存环境 新闻媒体队伍越来越庞大 其中也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新闻工作本身 它是一个光荣的职业 一个光荣的行业 但是并不是说 每个人都是光荣的 革命队伍里也有逃兵 我觉得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没必要把它上升到 名人和记者之间的矛盾和对抗 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名人在媒体 在这个新闻机器面前 名人是弱势的 因为名人他也只是一个人 而我们国家的媒体 都是国有的 在这样的对比面前 我觉得个人 倒是值得同情的 不能这样人为的制造这种矛盾 就好像说 宝马撞了人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 其实错 90%左右的重大交通死伤 都是由大货车造成的 大家拍脑子一想 都是穷人 其实是穷人 在交通事故当中 撞了穷人 或者撞了别人 撞了更多 好车 撞坏人 撞死人的 那比例非常低 因为他车好 安全性能高 无论是网络媒体 还是传统媒体 遇到这样的事情 不要轻易被煽动 不要就是用什么强与弱 贫与富 来画什么阶级立场 这是没必要的 在座的各位 每个人也都想 自己逛上好日子 那么你想着 等你逛上好日子 发了财之后 你面对这样的指责 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吗 我们的社会应该是提供 给每个人平等的 成功的机会 这才是对的 每个人有平等的 成功机会和道路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我们不是 现在追求的是 把土豪分田地 等归建君贫富 明天吃大户 过两天又完了 还是权力和财富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 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 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哪怕再给他们一分钟五 五分钟的时间 再想一遍 他们都会想出 觉得可以更好地表达 但是别忘了 体育解说是没有这个时间 一秒钟都没有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如何看待80后的怀疑精神 80后的一代 他们不轻信的这个特点 是我最欣赏的一个特点 宁可没有信仰也不要有错误的信仰 所以这是我对80后最高的评价 我不觉得80后里边愤青很多 因为我还没有很明显的感觉 除了一个寒寒吧 但我觉得他的表达方式是非常理性的 他说理非常严谨 我觉得任何时代 任何一个年代的人 任何一个年龄的人 都应该既有宽容和善良 也应该有怀疑的能力 不应该很容易的被别人所引导 人云亦云 这种精神尤其在这个信息时代 网络时代尤其重要 因为网络上每天有大量的信息 其中鱼龙混杂 也有很多是假的 没有误的 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立的判断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成长在一个更开放的环境里 他们也听到更多 知道更多 他们不会比我们更傻 绝不会的 在一个打开了窗口的世界里 成长起来的孩子 一定不傻 谁也骗不了谁 80后今年都已经30岁了 或者即将30岁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 开始成为社会的中间和主力 他们身上有着独立判断的能力 独立思考的习惯 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素质 希望他们不要轻易丢掉 怀疑两个字 80后如何让自己成长得更快 我通常遇到的问题是 他们比较着急 恨不得一夜之间 自己在社会上 在工作里 在单位里 在一个行业里就有那么一个位置了 这是很不现实的 再一个就是眼前的小事不愿意做 不屑意做 觉得自己都看过 见过 大事做不来 其实你看过和见过的事情 不见得等于你能够完成 能够做好 每一个人都是从小事 从基层干起 然后只不过你如果聪明 又有悟性 又勤奋的话 你会干得很快 你会很快把这一关就通过了 你就有了条件往上走了 还有一些孩子呢 他是喜欢自作主张 因为他们成长在一个开放的年代 知道的也比较多 见的也比较多 比较自我 不太愿意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于是呢 就是经常有的时候 他不去求教于老同志 或者说师父 他把这事情搞砸了 再来找你 所以我经常告诉他们 分给他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能不能做 你准备怎么做 你说来我听听 你们可以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去做 因为不同的年代的人 肯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就是在这个环节上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呢 在刚一入工作岗位的时候 走上社会的时候 是最不容易度过的 不容易开这个口 不容易把握好这个度 我个人理解 包括我跟晚辈交流啊沟通啊 也觉得他们最大的痛苦 不是说我的物质条件上 它更多的痛苦还来源于 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 我要干什么 往哪个方向走 我现在怎么办 往往想的是这些问题 就是精神上的 只要人有精神上的痛苦 或者说追求 就说明他还是有上进的动力 他也会做好的 那么下一步就是 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 人有远景目标是对的 但是一定要从手边的事干起 你工作一旦上了路 能够有自己的位置 能够有一个发展方向 将来就可以赚很多钱 可以有一个前景 可以有财富 所以我想还是解决一个 走上社会的初期怎么工作 在工作中怎么起步的一个问题 解决了这个精神上的问题 就好办了 这个行业不是说相声的和演小品的 能够给你当场表演的 和唱歌的跳舞的 说相声的说曲艺的 演小品的都不一样 这是一个不能表演的行业 如果我们能表演 我们就不是这样的生存状态了 我给大家讲这么个道理 大家就明白了 你们都去唱过卡拉OK对吧 请问你们有谁 在看足球比赛的时候 想在同伴面前 显示一下自己说一段比赛的 你们尝试过吗 你们能玩得开吗 能玩得出来吗 像你们玩卡拉OK一样 玩得那么高兴吗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 还有点样子的吗 能吗 不信你们发明一个卡拉解说机 我看你们有人玩吗 你们谁都玩不起来 不好玩 这不跟唱歌不一样 这是一个有特定条件的工作 记住了 所以我对那些动辄 对体育解说这个行业 指手画脚的人 有些是因为他平时 不怎么看体育比赛的 或者说他本身文化层次比较低的 我还比较宽容 特别是一些有文化的 还比较精英的文人群体 因为他们都可以 哪怕再给他们一分钟 五分钟的时间再想一遍 他们都会想出觉得可以更好的表达 但是别忘了 体育解说是没有这个时间 一秒钟都没有 你事后再写出再牛的文字都没有用 你上去说一个事实 当然这个有人说了 你不能说我们不会做饭 就不能评价厨子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有特定条件的一个行业 你的批评可以停留在技术层面 业务层面 或者说大家帮我们创造一些 很适合口语化表达 适合体育比赛节奏的 语句格式 哪怕一些创新词汇等等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清贫 寂寞和无助的行业 他们的收入远远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高 和他们的知名度完全不匹配 他们承受的压力和他们付出的 与他们的实际收入远远不成比例 跟同样电视行业 其他的文艺节目的主持人 其他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哪怕二三流的相比 他们的收入都是九牛之一毛 简直穷得可怜 他们都是因为热爱 才来做这个事情 论人格人品 他们不比你们任何人差 甚至让旁观的人看来 可能都比你们还要高 智商情商人格人品 我已经不干这个行业了 但是我仍然要为这个行业说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